哈喽大家好,我是一斤半的Sofia 很明显,今天这期视频是一个掐饭视频 而且我要掐自己的饭 大家也知道我做视频 这大半年以来没有掐过一次饭 第一次掐饭就是要想掐自己的饭 所以今天终于要掐到了 今天要隆重给大家介绍 我做了很久的一个产品 它是一款酒,而且是一款白酒 拿上来了,拿上来了 大家好,就是我这次要掐的饭 我和我另外两个小伙伴 花了很长时间做的一个产品 然后叫半海 它是一款白酒,而且是一款质量非常好的白酒 在努力推销我的酒之前 我想先跟大家聊聊天 做这个频道到现在已经蛮久了 从开始到现在我觉得理念是没有变过的 就和我最开始做调酒视频一样 想让喝酒这件事情变得不那么高深 不那么有距离感 让大家都能开开心心的喝好 喝懂,喝开心 就帮大家理清这些杂乱的知识点 并且让大家看的开心喝的开心的一个 怎么说一个小据点吧 在做的过程当中 有的时候我就会觉得 其实一期一期视频的影响力是有限的 怎么说呢 就是想要做意义更加深远 或者影响力更加深远的事情 它还是需要一个实体的产品 而且尤其是酒这种东西 你看视频跟你喝在嘴里是完全不一样的感觉 其实酒类如果要做的话 有很多很多的可能性 包括可以做金样 可以做果酒 可以做气泡酒 这些都是现在市场上最火爆 而且大家接受程度最高的东西 就你做出来就应该是能卖的东西 但是我们这次却选择从白酒开始做 这可以说是最难的一个东西了 这个想法跟很多人都说过 他们都跟我说不可能的 为什么要从这样一个品类 选择这样一个品类开始做 我觉得对我来说为什么有两点 一是我觉得想做一个真正有意义的产品 然后白酒这就是一个真正有意义的品类 对于我们来说是一个最熟悉又最陌生的一个东西 大家可能可以不知道狼母酒 可能可以不知道白蓝地 但是你从小到大一定听过白酒这个名词 但是大家又普遍谈白酒色变 这种抵触心理其实来自于 首先你觉得它是父辈的酒桌文化 一定要干完 然后喝多了大家又吐 白酒这个非常抵触 然后也不会去了解 没有人引导 也正因为这样的原因 白酒在文化输出上做的就远不如 比如说日本的清酒 没有像whiskey或者清酒被放在闻香杯里 那样转一转啊 闻一闻啊细品啊 白酒从来没有过这样的机会 所以我觉得就是一件很可惜的事情 白酒其实是需要大家去认识它 然后以不同的方式认识它 它的评影方式有很多 我觉得不用固化它 刚刚说第一个原因是觉得这是一个有意义的事情 第二个原因是正好碰到了一批品质非常好的酒 上一期在白酒视频里出现的那个大洋 他是这次跟我合作的小伙伴之一 他回他老家的时候 在唐山的一个山里 他尝到了这一批酒 然后就惊为天人 因为首先它是一个就30年成年的酒 然后你在市面上非常少见 然后一喝它 它说特别好喝 然后后来我喝了 我也觉得哇真的是不输那些大厂的酒 但是其实中国有很多这样的小酒厂 可能酿出来的酒 但是这些酒没有机会去接触年轻市场 年轻市场也没有机会去接触这些酒 所以就出现了一个断层 然后我觉得这个断层是可以有人去用一款产品去弥补的 然后这也是为什么我想做这个产品的另外一个原因 我觉得就是做一件事情要天时地利人和吧 首先我有两个很好的合作的小伙伴 我们之间非常互补 其次我们有一批非常品质非常好的酒 这好的产品是基础 然后最后我觉得这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这天时地利人和让我觉得花时间在这个产品上是值得的 所以说这个从团队组建市场调研到包装设计啊 以及供应链的一些事情 这个产品从想法诞生到真的出现这个产品 一共大概花了大半年的时间 所以说介绍这个产品我还是非常忐忑的 真的非常忐忑的 然后但是之前在办线下活动的时候也把这两个酒带出来给线下的小伙伴尝了一点 反正大家反响都不错也是给了我很大的信心 也让我觉得是可以做这一期事情的原因 所以说我们现在就来开箱 这是你第一个开箱视频 对这真的是我第一个开箱视频 其实在开箱之前我想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酒以前是什么样的包装 就是这种就 哎呦怎么说呢 就是特别传统的 然后 我都没有形容词 大家可以看我们这次的包装很明显是走了一个更年轻化更现代的路线 因为就像我刚才说的其实完全不是酒不好 只是好的白酒接触不到年轻市场 有黑白两款 然后这个是41度的 然后这个是53度的 他们基本包装都是一样的 只是颜色不一样 这个酒的名字叫半海 然后它的因为其实是取自英文 英文里面如果说half season over 就是形容一个人稍微有点醉了 它是取自一个古英语里面那首诗 然后我当时看到觉得就特别浪漫 微醺的感觉 就微醺的感觉 所以我们也把这个酒叫做半海 然后通过半海这个名字呢 有了这个海这种意象之后 我们在这个包装上有一点小心思 然后它的开盒其实是侧开 当时跟设计公司聊了很久 就开了之后你会看到一个小船这样缓缓驶出的这个感觉 其实当时看平面图没有感觉什么 但是做出来你会觉得真的是有这种感觉 然后我们这个东西前后改了好多好乐稿 就是为了让它看起来 首先符合比较年轻比较现代的审美 其次让它实用性也得强 大家看这个厚度其实也是设计过的 是一手能握住的这种厚度 因为我们会发现很多现在市面上的白酒 就包括上次我开发那些白酒 都是你得这样捧起来的 你一只手是拿不住的 所以说在这样的一些设计上的小细节 我们也有去关注吧 所以这个设计真的做了很久 真的做了很久 这个上面的字 这种烫金的凸印 我觉得还是很漂亮的 用了那种比较厚的特种质做包装 所以它握起来就特别有质感 我以前这种事情真的是半年不知道 那才发现做一个产品真的好复杂 你知道吧 把酒拿出来 大家不知道看这瓶子 可能看上去平平武器 但是它在设计上有很多我们的小心思在 首先很明显 它跟传统白酒不一样的是 它是一个小瓶装 它是一个300毫升的白酒 其实市面上大家去看都是750毫升 你如果一个750毫升的放那儿 你两个人喝你压力就感觉特别大 然后不像这种小瓶装 你都会觉得大家慢慢喝慢慢喝 你都不会有特别多的压力 这也是我们提倡的一种白酒的瓶饮方式 所以也体现在了这个容量上 这个瓶子其实是我们自己重新打样 然后设计的这边的流线的弧度 其实里面也是有这种弧度 就是为了让它倒酒的时候不会蹲蹲蹲 就是它倒酒的时候 这个酒夜出来是会非常流畅的那种感觉 包括它这个瓶子 其实是有一种半磨砂的感觉在那边 也是和这个名字半海相呼应 有很多设计上的小心思在 而它这个正好是一只手能拿住的非常完美的一个重量和体积 所以其实这个瓶子做出来我个人还是挺满意的 好那我们现在就来尝一下这两款酒 先尝41度的再尝53度的 因为53度的味道会更醇厚一点 所以我们从清淡一点的开始尝 然后我觉得这款酒最重要的一点 它是一个口味上做的非常非常丰满 非常完美的一个老酒 其实市面上很多的老酒 他们的做法是用20年的老酒配上 比如说5年的新酒 然后去调配成这样一个产品来做的 但是我们的酒呢 它没有一滴酒是30年以下的 它是用8485和88年的酒调配而至的 所以没有一滴酒是30年以下 就是现在市面上你们基本上已经很难找到这种产品了 就没有人会做这样的东西 所以它口感上经过30年的沉淀 是非常非常内敛丰满 但是层次感非常丰富 会让人一口爱上的感觉 所以我们现在先来尝一下这个41度的 好香啊是真的很香 我都能闻到 对对对是真的很香 非常浓郁的酒香 而且你能闻到那种 就是浓香型特有的那个 锅锅叫池的那种味道吧 它会给你一种完全跟传统白酒不一样的感觉 因为它完全不辣 首先在你舌尖感受到那种甜味 然后顺着你舌尖滑下去没有一丁点辣感 然后最后到下面是暖洋洋的 尤其是41度 这个我们特意把41度的这个做成了一个是 如果你平时从来不喝白酒 你也会一口爱上是很能接受的一种感觉 就像很多白酒你喝下去 就是从喉咙烧到味 但是它这个完全不烧 完全不辣 它反而是有回味回上了 这暖洋洋的感觉 接下来我们来尝一下53度的这个 超香 我其实个人比较喜欢喝这个 就是我如果说41度这款 我会比较推荐给就是 如果你平时没有什么饮酒习惯 但是想试一下的话 我会比较推荐长41度的这个 它接受程度比较高 53度呢 其实是白酒最适宜平饮的一个酒精程度 然后如果你平时 比如说喝威士忌 你对酒精程度接受 其实还ok的话 绝对是53度这个会比较好 但是你也可以两个都买 它们看起来多好看 你能很明显的闻到它的酒精度是上去了的 但是它的那种粮食的香味同时也更加突出 这两个一起尝 你能很明显的感觉到53度的这个 它肯定是更烈的 但是它的那种甜度和它微味的那种丰富的层次感 是完全比41度的这个要更丰富更多的 哇 跟41度完全不一样 对对对 你们两个口感上可能是有一致性存在的 你平时如果对酒精程度接受比较高的人来说 你肯定会更爱喝这个酒 因为你能尝出它除了酒精度以外的那些味道 包括舌尖的甜味 包括回气上更丰富的粮食的味道 但如果你平时不怎么喝酒 就是酒精味容易会冲到你的话 我觉得41度的这个还是 能在很温和的状态下 让你体会到浓香型白酒的特色 我觉得对我来说如果这个酒我不认可的话 我是真的不会去做这个产品的 这个真的是我很认可的一个酒 就是这么好的酒放在你面前 你有机会把它推向市场 而且又我自己又做了这个频道的这个平台 然后我觉得我频道里的大家是 也是懂酒爱酒的人 所以我就觉得就可以做 就是我做这些视频超忐忑 但是我真的是很认真的在说这件事情 就包括我现在看着这个屏幕和这个纸盒 你就会觉得它是就是真的都是 包括是我和我的小伙伴 还有我们也去找了很多人聊 还有设计师团队 包括一些行业里的朋友 大家有帮忙 然后帮我们想了很多点子 所以这真的是一个就大家都会觉得有意义 然后大家尝了这个酒都会觉得它好 然后才会去做的一个事情 其实对我而言 包括上次做的那个白酒视频 就很明显的感觉到 其实现在白酒市场面临的两个问题 一个问题是怎么把它和酒桌文化剥离开来 第二个问题是价格上的问题 很多小伙伴都会跟我说 现在好的白酒太贵 便宜的白酒太差 就是有一个断层 让人无法去接近去做第一个尝试 所以我们做这个酒的初衷 就是让年轻人喝到第一口好喝的白酒 就是让大家入门 但是我要保证你入门的酒是好酒 是让你愿意会继续喝白酒的好酒 白酒市场的那两个问题 我觉得我们在做这个酒的时候 是想把那两个问题都解决 首先怎么把它和酒桌文化剥离开了 我们希望这个酒是一个 不是让人一口干的酒 是让人细品的酒 首先它的品质上 是经得起细品的好酒 所以说它能给你一个 对于白酒 对于浓香型白酒的一个印象 我们希望它成为一个标杆 你喝到它你就会觉得 原来浓香型白酒是这样的 是这么好喝的 品质上值得你去细品 其次包括我刚才说的 它在容量上和它比较年轻化的包装上 都会让它和传统的酒桌文化 有一些有玻璃感 你就会觉得 它和那些我平时在应酬上看到的酒 是不一样的 它的容量也小 我可以拿去和我的朋友 比如说去朋友家里的时候 大家小酌一下的那种酒 刚才我们说到第二个问题 就是现在白酒市场的价格中间有断层 所以这个酒说实话 30年的老酒 品质绝对是能让我们订很高的价钱的 它的品质完全不输于现在最高到的那些白酒 但是我是真的不想让它变成一个高价白酒 因为我觉得那样就背离了我想让年轻人喝到第一口好喝的白酒这个初衷 如果这个入门门槛太高的话 是真的没有人会去踏进那个门槛的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酒 我把它卖的低一点 但是能让更多人喝到 我觉得是完全值得 也是很很OK的一件事情 所以最款酒的定价 现在是这个是398 然后53度的是480 然后现在过年还会有一些打折 所以说它的定价是完全是物超所值的一个定价 对 所以大家想买这款酒的话 可以扫描二维码 进入公众号 然后在公众号里的友赞商城下单 白款单买黑款 或者是买一个套装 然后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我其实录这一期视频的时候觉得 就是摄影师也跟我说 你录这期视频的时候 就是特别跟你以往录视频不一样 因为我是 就我知道平时我录视频 就是比较傻傻 比较轻松愉快的那种氛围 但是我觉得就是这一期视频 是我真的想好好的给大家推荐这个东西 毕竟是做了很久的一款一款酒 而且我觉得是值得一期视频的 其实我最希望的是大家如果喝了这款酒 如果你喜欢的话就把这个酒分享给你身边可能不喝白酒的小伙伴 然后让他们也对白酒这个品类有一点改观 通过这种就是平一点小酌的平饮方式 来觉得原来白酒还能这么喝 原来白酒还是这么好喝的一个东西 那我觉得这个就有意义了是不是 所以说给大家拜个早年吧 那这一期视频就录到这里了 我们下回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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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